这是班达亚齐一间宗教学校 校舍的二楼住着一群年龄建于七到十五岁的孩子 清晨四点半睡意正能时 老师却把他们一一叫醒 七十个人一边努力抵抗睡虫的清洗 一边井然有序地轮流共用五个洗手间梳洗 这是每天在五点钟晨礼前 这群孩子的立场公式 晨礼诵经升起 孩子们看起来和其他的孩子没有什么两样 平静而祥和 其实每张脸孔背后都是一篇家破人亡的故事 这两年多来他们努力摆脱的是一场劫后余生 挥之不去的阴影 2004年12月26日 南亚大地震引发海啸袭击周边国家 印尼群岛西北端的亚齐省 又惨遭这次天灾的祸害 陷入空前的破坏和人命的伤亡 新加坡第一时间派出了救援部队到灾区 并为灾民筹集救济品 红十字会也设立了海啸振灾基金 来支援灾区的所需 事隔两年多 亚齐省也多了几个海啸罹难者的公分 在这里重建家园的工作不曾停歇过 被摧毁的建筑楼房已重新领立 热闹的菜市场再次重建 能整顿的居民不遗余力 能恢复的大家全力以赴 亚齐老百姓的生活虽然恢复往常 但是劫后余生的人最清楚 有些毁害是很难弥补的 就有一群在海啸肆虐时 失去亲属的孩子 被迫在挚幼生命里 提早面对人生何去何从的茫然和无助 幸亏 朵格拉和米达斯 这对法家喜达亚教育基金会的创办人 及时为他们伸出了援手 要让孩子恢复正常的生活 就必须把他们从灾民营里接出来 安顿在一个地方 申请手续困难重重 寻找妻生之所更是一场耐力和体力的大考验 经过游说 这所宗教寻宿学校的负责人 终于答应以两年的期限 免费借出二楼的六间客室 来收容70名男孩 另外30位女生 则寻宿在附近的另一间房子里 有了住宿 安抚心灵的工作立即展开 每个孩子都经历了状况 不同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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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惊 悲惊 不幸运 当然 我们的第一次负责人 是直接送到 Jakarta 我们的第一次负责人 我们的第一次负责人 是 我们说 请跟孩子们在那里 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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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有人收留 有了新的安身之所 保偿天灾蹂躏的孩子们 最初还是难以磨灭 海啸所带来的阴影 十四岁的阿古斯 在海啸中失去了双亲 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 在逃亡时 因为吞入大量泥浆 导致呼吸道受伤 从医院送进临时孤儿院后 每个晚上 都因为胸口难受 而痛哭 在那里 在那里 我以前 我最远的 非常远香 但现在 因为唾润我痠 我病 所以我 如果 我超过半公路 我已经的 累了 不像以前 所以 那里 我的工作 现在 没机会 不像以前 九岁的马瓦在这次灾难中失去了全家人 幸亏被一棵芒果树挡住才获救 虽然已试过境迁 逃亡的画面还是历历在目 即可再与其停 然后是与其停 然后与其停 后来等仙闹二池 然后将来淹没流 每个孩子都有一个过于沉重的回忆 最初来到临时孤儿院时 因为还笼罩在灾难的噩梦里 所以无法适应新环境 院长阿德认为 要帮助孩子们抽离阴影 教育是最好的良药 学习能转移孩子们的注意力 给予他们面对未来的力量 院方努力协助孩子在新的环境里重新出发 寻找新的生活目标 这项任务并不简单 因为摆在眼前的显然不是一条平顺的大道 成礼后是早餐时间